尊敬的师父上人 惭愧弟子岳西 今天向师父、诸位老师、学长们恭敬报告的题目是 中国人的史观 寻天礼、谓因果 一、开宗名义、学史的意义 西哲有言 人而无知一己民族的历史 终将再结难逃 战国策一云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这是说历史经验 前车之鉴可以到后世远斜近 入正途持久昌盛 然而西方俗语又言 历史不断重复 History repeats itself 眼见人类在历史上犯同样的错误 一次又一次不知回头 这是研究世界史学者的共同心声 的确 古希腊因个人主义 单于义乐而被古罗马帝国吞并 号称圣神的古罗马帝国 又因个人主义 道德沦丧而消亡 现代西方社会远程希腊 罗马两个古文明传统 而发展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物质文明 然而现代的西方社会再次出现个人主义膨胀 背弃伦理道德的情况 在公元21世纪 历史若再次重蹈覆辙 其结果并非某个国家的没落 而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灭亡 科技与全球化将整个地球融成了一个唇亡齿寒的共同体 历史已经逝去 时间不会倒流 但若不吸取其中的教训 学习先贤的智慧 必将重蹈覆辙 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因此 如果问历史学家 历史都告诉我们了什么 他们会说 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历史 证明天理昭彰 因果可畏 虚心学史 未雨绸缪 趋吉避凶之道 自然明了 诚如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 汤恩比博士 在《未来中生存》一书中 劝诫人类 如果不能吸取历史教训 解决道德沦丧的问题 那么 人类就是在自取灭亡 这就是为什么要学历史 随着西风东建 西化日益的当代中国 我们急需正确学习历史的智慧 也就是 古圣先贤传承给子孙的人生历练 对多数的国人而言 特别是年轻的一代 五千年的历史不是骄傲 而是包袱 古圣先贤 不是至圣先师 而是需要怀疑和批判的对象 然而 正如个人无法与其父母 祖父母割裂开来 当代 国人也无法 回避 有着惊人连续性的国史 若将上下五千年的国史 视为老人年 恭敬 谨慎地向他学习 那么 国人所拥有的 将是五千年的经验 五千年的实践 以及被验证了五千年的真实智慧 而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全世界唯有中国人独有 其实如何面对国史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 已经说清道明了 首先 孔子说自己 信而好古 恕而不作 这是说 圣人以恭敬的心 对待历史 对待真理 丝毫不敢有自己的意见 其次 对于历史变迁 孔子说 因因于下理 所损意可知也 周因于阴理 所损意可知也 其或记周者 虽百事可知也 意思是说 从朝代更迭中 看到其兴衰所犹 典章制度之继承与扬器 伦理道德 因果教育之成败 即损意 从而明了 道之所在 于己则 掌善救师 于事则可落实 习主席 弘扬优良传统 造福当今社会的号召 这就是学习 这就是学习历史 对个人 国家和世界的意义 二 追本术源 何为历史 说文解字 言 历 过也 从指 历生 指 本意是根基 而历 以为至 说文解字 言 始 既是者也 从又 持中 中 正也 意思是 有一个人 手里拿了一根笔 将事情正确地记录下来 所谓正 本意为是 从指 一 以指 也就是说 并非所有的 记事 可以称为 始 只有能够 实事求是 而且是以 一为出发点的 记事 才称得上 始 这样的历史记录 读者越后 能奠定 治国 治家的根基 所以 古代社会 十分重视 史观 因为天理之昭彰 因果之禅明 全依赖 史观 即是 以明天下 正因如此 上古创立 汉字的苍结 便是皇帝的史观 孔子 遇正式听 红大道 便写下 周朝的历史 春秋 确立史书写法的 司马迁 也说 写史应当 旧天人之计 穷 古今 之变 我国 古人之所以 如此慎重的 对待历史 是对于 天 地 人 的恭敬 对宇宙人生 真理的 敬畏 正所谓 君子 此有三位 为天命 为大人 为圣人之言 意思是 敬畏因果 敬畏道义 敬畏圣人的教导 这个思想 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 反映在 反映在记载历史的文章之中 世故 古代社会 即使贵为天子 也会对史观 心存敬畏 其原因 无他 皆因敬畏天道 敬畏英国耳 现代社会 对历史 多有细说 以悦大众 这种对于 国史的态度 如同 家有传世之宝 而子孙 却不当回事 任意处置 多么可惜 什么是以 一为出发点 古人云 道 利于一 宇宙万物的真相是 万法 归一 即佛法所言的 真如自信 用汤恩比博士的话来说 每个人的生命 最终都是要与 宇宙背后的 终极精神实相 归为一体 The ultimate spiritual reality Behind the universe 它体现在生活上 便是承认 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同体 待人皆悟 一切恭敬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它体现在学问上 便是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最终融会贯通至 理事无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它体现在工作上 便是能够横顺众生 以屈成万善 事故以一为出发点的祭使 就是以万法一体之孝 敬之心 恭敬忠实地将事情记录下来 唯后世所施法 若为善事 则必显扬其所意 以其后世目之 从之 若为恶事 则必引其恶 明其损 以其后世得免此过 觉悟回头 也就是说 使家既是 事虽万端 原则未曾有益 万法一体 止于至善 圣人孔子在春秋时代 曾经为当世著春秋 也就是当时的历史 周朝至春秋时代 已经礼崩乐坏 背离事件多起来 面对这样的局面 孔子只讲述事情的结果 却并不铺陈其中的过程 他的用心 在仪史研议 令独史可明道义所在 后人称此为春秋笔法 威严大义 其效果 的确启发了人们的本性本善 端正了社会风气 孔子逝世之后 周朝直到末代周幽王 社会都没有继续混乱下去 孟子有言 孔子成春秋 而乱臣贼子聚 乱臣贼子所惧怕的 不仅是史家正气 更是因果报应 上天垂向 春秋多次记录日时月时 流星等天象 显示出世军 世负等逆行 与天象灾变相关 据说 全球最早有关哈雷会星的记录 就出自春秋 值得一提的是 孔子时代 之所以称史书为春秋 是因为当时每年以春季 和秋季为国家最重要的活动 因此 史书便以两次祭祀为名 说明 写史最初集市 记录祭祀的情况 也就是 缅怀祖德 树立正气 宣扬圣贤教化的文字资料 故礼记有言 实载笔 世载言 历史就是用笔将道义记录下来 以传世 作为读书名里的知识分子 是 其本分就是将宇宙人生的真理 讲给大家听 因此 如果一份记录 虽属实 但却无异于端正事封 便非正史 而正史之记载 多围绕祭祀展开 这是因为 祭祀就是传统教育 即掌善救师 教效 教尽的起点 也是教育的终点 欧洲于文艺复兴之后 出现了许多史论 例如 马基亚为例 内容多禅 全诈 并以此为忠实事实 与我国传统史学 大义齐去 西方与罗马帝国 亡国之后 再无统一 如今 科技日益昌明 社会动荡 日渐加剧 究其原因 谈史实 而清道义之学者 难逃其则 若孔子生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半岛 他一定会将山术 作为首要的工作吧 伟大的诗人李白 生于圣堂 足于乱世 他颠沛流离的一生 以弘扬正生为己任 他说 大雅久不作 无衰尽水尘 正生何微忙 哀怨起骚人 我至在山树 垂灰应千春 这个志向 至宋朝初年 便是以良相自欺的范中烟 所言之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其门生张在 则善述诗之志 直言 为往盛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与李白垂灰应千春 孔子三诗书 言正生遥相呼应 此为国人历史思想之传承 正因如此 中华民族五千年之历史 纵然有朝代更迭 但文化延续不断 人民生活各居其位 勤修礼让 以何为贵 而今日的社会 虽物质日趋丰饶 而纷争起于父子 竞争心于手足 道德沦丧至极 实有所闻 这些都是 有史以来所未曾见 究其原因 与我们对历史的误解有关 我们将国史视为封建 因果视为迷信 还将伦理道德教育 物以为压抑人性 人而无知 一己民族的历史 终将再结难逃 误解本民族之历史 亦近乎自取灭亡 回归传统圣贤历史教育 可以说是当物之极 故撰写历史 必以端正事丰 化岛天下为目的 遗憾的是 孔子威严大义之风 不行于事已久 若今日使家 皆能实载比 实载严 必赢得天下清明 兴胜至载 3. 学史重在建立史实 未因果 如果说学史重在言义 则读史亦重在明道 明因果 故建立明道取义的实实 是学史真正能够修身 济世之所在 传统教学 必先从同盟养政开始 立一生德行的根基 接着教孩子识字 学说文解字 称为小学 字面上的意思是 小时候所当学的 接下来就是读经书 以儒家四书为主 经书大致通达 对宇宙人生之真相 有所体认 浮躁之气浅销 君子千尽中和之气养成 此时方使读识 因为有内心有正气 随令其所学 皆可以用于修身济世 而不至于被历史记录中的 功过是非所转 历史是活生生的 超越时空的道义 与因果的教育 教人以义 若举例 鸿农阳士 自然人人屈翼如勇士 东汉阳阵 为人光明磊落 巨兽门人于暗夜之中 送来的重经贿赂说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其孙杨次 因德学兼备 而被委认为 汉陵帝的太师 为了让经书 有一个标准的版本 上奏将七部儒家经典 刻实以传世 这就是著名的西平石经 这项保存文化传承的功绩 令鸿农阳士 经汉末至南北朝三百年间 虽遇乱世 却家道不衰 其九世孙 便是统一天下 开创隋朝的隋文帝 阳间 入唐 阳士家族 虔诚奉佛 成为皇家结亲的对象 历史第一位女皇 武则天的母亲 荣国夫人 便是阳间的后代 极致宋 理学家 杨时 亦是 鸿农 杨震之后 一九九零年代 尊杨震 为开机组的 杨氏四支堂的后代 旅居 还不忘新建一座四支堂 共族人祭祖 杨氏家族近两千年的历史 令人们真正看到 忠孝传家远之圣教 真实不虚 西方对于忠孝的教育 也存在于圣经之中 现代许多历史学家 试图定出 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具体时间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 许多最新的考古发现 也与圣经出埃及记相呼应 说明了圣经记录 是历史 而并非仅仅是传说 据记录 耶稣基督 曾劝勉背井离乡的以色列人 若能孝敬父母光宗耀祖 必蒙福佑 必将在天赐之土地上 生生不息 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so that you may live long in the land the Lord your God is giving you 天主教 虽将孝顺父母 定为天主十戒 Ten Commandments之一 西方的历史和国史 都证实孝敬之重要 换言之 如果有人问耶稣基督 如何能够让家道新圣 国座绵长久远 他也会回答说 孝敬父母光宗耀祖 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真实智慧 放之四海而皆准 总之 学习历史 手中扎好伦理道德 因果教育的根基 在这个基础上 翻阅人类数千年的文字记录 自能从中看到 古圣先贤所言不虚 对个人而言 恭敬阅读历史 可以掌养浩然正气 对家族而言 借鉴历史经验 可以令家道横昌 对国家而言 正确看待历史 可以让民族生生不息 国运蒸蒸日上 四 教学为先 正确的史实是寻天理 公元626年 初登基的唐太宗 有感于祖宗智慧 真实不虚 所以虚心求教 常与当时著名的文官赵队 显示出皇帝对于传统文化的恭敬 唐朝初年君臣赵队 以明道义 匡扶天下 以行正道 颇为后世所艳陷 太宗历经图治 与文臣萧德延 房玄陵等 谈历史经验 并恭身实践 萧德延是兰陵萧氏之后 也就是南朝梁武帝家族的后代 萧氏家族中校传家 家学渊源 为国学的整理与传承 做出了巨大贡献 萧德延为人十分恭敬 每读经书 必将一代整好 洗净双手 微坐桌前 终日不错 妻子健壮 怜惜他年老 问他 您这样一天不累吗 萧德延说 恭敬古圣先贤之言 怎么能怕微坐一天呢 太宗不仅常向他请教 还任命他教育太子 为了向古人学习 太宗命名臣 魏征与熟读经书的萧德延 博通六义的房玄陵等一起 将上古至两镜所存之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 选取六十五种典籍 截取精华 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 有关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智慧 理念 方法 效果 经验 用以指导执政 名为群书制药 书成之后 史称 太宗洗其广博而窃药 日日守不试卷 曰 使我击鼓灵士不惑者 清等利也 也就是说好好向古人学习 真的能够解决好眼前的所有问题 两百年后 自称元和小臣的白居易 做新岳府 十分缅怀太宗的德政 说 太宗意在 臣王爷 道出了太宗学习群书制药的目的 而唐太宗虚心向古圣先贤学习 从而灵士不惑而大行王道的经验 对京人持家 经营乃至治国都可以借鉴 事实上 太宗刚刚执政之初 国家十分困窘 连年大旱 令国库空虚 即使经济地区也曾断粮 米价腾贵 人民苦不堪言 然而 仅仅两三年之后 国家已是一派 欣欣向荣 不仅米价恢复低价 民风也变得十分醇厚 彼此信赖 就算对陌生人也充满友善 因此 旅行在外的人们 可以不必带盘缠 沿路 大家都会给予帮助 史称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比你三代大从之士 人民是可以交好的 许多人看到这段记录 经常会怀疑 人民难道这么好交吗 即至2005年末 至2006年初 在卢江的时间 才证实了太宗的实践 真实不虚 圣贤教育的效果 卓著不可思议 卢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 在安徽卢江汤池小镇 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试点 37位志同道合的教师 以身形言教 教授当地人传统文化 内容主要是我国传统盟学教材 弟子规 力求自身将弟子规中 113件事完全落实 以德行配合言教 将汤池小镇 建设成为礼仪家邦 原本预计 两三年可以出成果 然而 没有想到的是 短短四个月时间 小镇民风居然焕然一新 犯罪率下降到零 离婚率减少了一倍 孩子知道孝顺父母了 纷争的家庭和睦了 脏乱的街道整洁了 人们笑容多了 在外打工的人们 纷纷选择回去建设家乡了 有乘客将七八万元现金 遗失在出租车上 司机不但想办法将钱送还给施主 还说 接受了圣贤教育后 汤池的每位出租车司机 都会识惊不昧 四个月间 发生的巨大变化 令许多原本存疑 观望的人们 信心大增 有人感叹 人是教得好的 人民原来是这么好教的 真的是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苟不叫 性乃迁 老祖宗告诉我们 摆善 孝为先 孝道圆满 集成佛道 如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的老师们 挨家挨户教学的第一个课题 就是孝顺老人 如同孝顺自己的父母 孝心开显之后 所有的善心 善行都可以启发出来 这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一句话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教育是文化的生机 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生生不息 就是靠教育 教育的成败 决定了国家的兴亡 尤其是德行的教育 中华民族 是最重教育的民族 我们从清代 陈鸿谋先生选记的五种遗归 可略见中华民族 重视德行教育的程度 五种遗归 堪行于乾隆四年 西元1739年 书内堪在养政遗归 教女遗归 迅俗遗归 从政遗归 在观法界路等五大类 世界上很少有民族 能够给后人 如此完整的教育 更何况 中国的祖先 为后代子孙留下的资产 又何止这一套而已 惭愧于感恩之心 悠然生起 有了汤匙的真实经验 再回顾历史 就会理解 真观年间 社会环境在两三年之内 发生巨大改变 是真的 由此生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 真正相信 五轮五常 四维八德 能够带来持久的和平繁荣 资质通鉴记录 贞观六年 公元633年夏天 唐太宗视察死囚的监狱 听到死囚们思念老麦双清 感到非常怜悯 就让他们都回家 效仰父母 约好来年的秋后 再回来救死 即今人所谓生死之约 次年秋天 竟然无人都帅 皆如期 自义朝堂 无一人亡逆者 这些人竟没有一个人逃亡 生死之约 都自发回来等待斩首 接着 太宗就都赦免了他们 对此 白鸡玉赞为 功成礼定和神素 素在推心至人父 但却被惊人视为作秀 这是因为 现代人多疑少信 其实 太宗重视孝道 十分仰慕清肠汤药的汉文帝 因存孝心 看到死求 蒙生一念孝心 就感同身受而敏之 此即推心至人父 孝心之开显 必得忠信 故死求皆自发归来救死 如此 死求亦因孝心孝行 而转恶为善意 既为善人 何须行行 故太宗赦之 是故白鸡玉评为 以心感人 人心归 这就是太宗以好学 德行 成就了天下所归往之 王道 将唐太宗时代的死求 与汤匙的经验何参 可知 若以真心去教 人心向善之素 不可思议 影响之深远 亦不可思议 事故 今与始 皆如唐太宗 贞观二年夏天之 诏书所言 张君臣之义 诸人伦之道 便能赌厚风俗 化成天下 终观历史 每个美好时代 皆为众士圣贤教育所致 皆是力行孝涕中性所致 随朝国库丰厚 而人皆言其为乱世 贞观长安困窘 而是贤目之为太平 事故 治乱之分野 并非在于经济指标 富裕程度 全在于是否有人 真正在用其德行 施行教化 真的是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太平盛世 教学为先 真观之志的实践 告诉我们 圣贤教育对于个人之福祉 国家之治乱 世道之昌盛 至关重要 而群书制药 又是推行圣贤教育 建立正确史实的宝书 而且这部书分量不大 现代人有能力阅读 加上马来西亚汉学院 还将此书进一步做摘录 以360句为一卷 更能令生活紧张的现代人 得以力行 而收获真实的利益 五 正式历史 寻天理 德善报 总观希腊史和罗马史 眼见人类社会最高的建树 最终归于毁灭 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面对历史波兰壮阔之生辰 汤恩比博士力劝大众 要正视历史 人类生活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当下的所作所为 不仅预示着未来 而且还是过去之延续 如果你刻意忽视从前 回避过去 或者诋毁历史 那么你实际令自己 在当下则无法理智行动 人类需要的理性 来自于正念 而正念来自于受教 现代社会的经验 可谓苟不教信乃迁 不教尚且不可 若在媒体上不断宣扬负面的信息 进行负面的教育 其结果就不是信乃迁 而是恶心恶行当家作主 如此舍身容易舍艰难 不仅社会风俗不断恶化 战争不断升级 人们的生活更是生生世世 沉溺苦海 难以回头 事故 圣贤教育对于个人 对国家 民族之重要性 无可比拟 古人言教学 必同时 包括金 石 子 三个方面 经书将宇宙人生 真相揭示出来 历史则将这些真相 如何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展开 从而以史为鉴 故为金用 而子书则进一步令学问 提升至哲学层面 令有德之君子 著书立言以百事劝人 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为什么要传承传统文化 为其如此 罗马希腊前车之鉴 惊人可免 三代于堂之大同盛世 未来可期 以上是不孝弟子 师从香港中文大学张瑞威教授 已故李白研究专家安琪教授的 一点粗浅的心得 老师教导 读史要读原点 弟子受用不尽 感恩不尽 在此恳请尊敬的师父 尊敬的诸位老师学长 慈悲赐教 惭愧弟子 月曦鼎礼尽程 月曦 这篇报告 就是一篇很好的论文 有意义 有意义 现实 现在学会 出了很多问题 怎么解决 确实印了古人一句话说 解释不读书之苦 这个书 是神仙书 是中国的国宝 经 石 子 鸡 这四部 他说得很好 这四部 都是很大的分量 充满的都起 那我们要感恩 唐太宗 要感恩 程鸿某 程鸿某的五种仪归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跟随 黎兵南娜句子 老师将这部书 指定作为我们 阔外必修的第一部书 佛法讲戒律 老师把这部书看作 这是我们中古 传统的戒律 我们也认真学习过 虽然学习 老师没有考试 给我们考试 没有严格的读错 我曾经问过老师 为什么不认真教 老师说 认真教 私生关系就没有了 这句话 与众心肠 学生不能接受 能看看 知道有这么回事情 提起来还有印象 就算不错了 真正发心学习 他的所用 真学的同学 我相信修不多 读了 没有一教奉行的 我觉得很多 十字八九 这个有原因 我也常常说 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 我们跟老师的时候 年龄都不小了 都二十多岁了 我跟老师 二十六 三十 三十一岁 我学这时候 跟方东梅先生 二十六岁 三十一岁跟李老师 那么比我小的 大概都是二十五岁以上 习气 根深了 不是从小培养的 中国古时候的 那种节气 我们看了贪慰观止 那什么原因 人家从小培养的 那是父母从怀胎的时候 培养的 我们怎么能跟人比 那个才叫根深低谷 八岁 三岁看八十 古人说的 三岁砸下的梗 八十岁不会改变 是真的 我们真相信 在历史上看到 每一个朝代 忠诚烈死 他为什么能做了 更大的事 现在为什么不行 李老师这样的感叹 跟方老师同样感叹 我请进方老师的书 方老师书 六十七年的学校 先生不像先生 学生不像学生 不认真 先生不认真教 学生不认真学 以后我慢慢懂了 不是先生不教 是学生不肯学 教了没有 他不听嘛 所以别的先生不能教 这多遗憾 我们是设学多年 学业没办法完成 总想补一点哭 想到学校听老师 说哭 旁听 老师跟我说没有这个必要 你到学校去听 会业无所得 会踏实所望 当时我不理解 以后懂了 以后懂了 真的不是老师不教 我们正想学 老师就给我开个班 学生叫我一个 那我感恩了 改变我一生了 给我补这个扣 每个星期天 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半 两个小时 学生叫我一个人 那么我们就懂得了 不是老师不愿意教 老师真教 逼着老师不得已 诸书历书 传给有缘人 在扩堂里 真教福音色词 不教 生活没有来源 一生教书 靠这个点 生活费用 不能不教 那学生不听 变成现代 学生还批评老师 这个老师 来年要不要聘请 完全看学生的意思 这怎么得了 从来没听说过 历史上没这种记载 这很难教后到 把学生教过 不可能就行了 那老师 学生喜欢这个老师 学校下一期会 下一期评请他 不喜欢 底下一期不评 老师就失业了 教育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 可悲 可悲的基础 文化没有了 文化断绝了 这是世界最可悲的世界 没有比这个更可悲的了 有文化车有生机 文化灭掉了 生命就结束了 有几个人真正懂得 真正发现 这一生在这个世界 不求名文理 我们要学习 传统文化 要把传统统文化 发扬光大 还要沉传下去 这是祖宗 是一时给我们的使命 这个使命非常神圣 非常伟大 要真正像佛法讲的 有善根 有福德 有云因缘的人 才能成就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因缘 成就这桩大死 这桩大死 救自己 救家庭 救家族 救国家 救学会 救全世界 再苦 都得要干 像海鲜老是 一生 吃的是苦 穿的是补 居住是模糊 不几件 九十二年 不怪万 他成功了 那在世的时候 默默无闻 往生之后 他多多少人 多少人 在 修道的 这个半途当中 摇摇摆摆 没有定性 看到老人家的表发 星星星 升起来 升起来 那 运行 巩固了 多亿万人 都亿万人 不值 这些亿万人 半醒半夜 看到老后人 表发 心定了 不在意乎 那 让 夏连族老局势的 汇集本 黄念族老局势的 积极 得以 顺利的 传世 大家 爱好 学习 读 多少周 那 我们 也要 认真 学习 不要自己 以为 有一点 佛学常识 讲经 多少年 跟老后人比 差一大截 应该 以老后人为老师 我们是老后人的修身 一教奉献 他有成就 我们必定 也会有成就 要谦虚 要真诚 要恭敬 那 也许这篇文章 要把它翻成英语 今天 整个世界问题 都出在 教育 正确的教育 正确的教育 那这篇文章都讲到了 讲到金 讲到识 讲到尊 这篇文章 人是中道 任何一个国家地区 我遇到一些领导人 有些人 真的 我很佩服 我很尊敬 他们确实 爱拉百姓 不知道怎么做法 那根 就是孝敬 那有孝敬 神的价值 谁价值 祖宗价值 众神价值 你才会有无处 这个无处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智慧 和谐 和平 决定是 平等对待 和目相处 一家 家人能够 平等对待 和目相处 家伙万事行 社团如此 社会如实 无论是大小团体 也如实 都是从这里扎根 都是从这里做起 谁带头 自己带头 觉悟的人 无论是 你是这个团体里面 主管 还是团体里面的 业员 主管 那带的风行快 你是里头一个 小职员 你能这样做 那要熬个三年五载 人家看出来了 产生灭花了 十年二十年 你成就了 时间要长 要有耐心 一定要知道 丢的时间太久了 不是几年 几个月 不是几十年 几个月 至少丢掉 一百五十年 恢复起来 哪有那么简单 所以要有坚毅的 毅力 男人 心要定在上 不为外界所动 一心一意 坚持下来 我活一天 我就干一天 默默无闻 不需要宣传 让人家慢慢看清楚 看明白 自己宣传 反而受反效果 你是在作秀 你是在顾名钓鱼 那就错了 老老实实的看 像海鲜老河山一样 我明白 我知道 师父说了 不能讲 不要讲 师父的话 有道理啊 师父的话 真有智慧 真正高明 看到别人好的东西 好的言论 我们看懂了 就要看 无论他是什么身份 他讲的有道理 讲的好 对我真有帮助 我就恭恭敬敬 来受持 影响 有缘人 无缘的 你影响得不了啊 老师在学校里扩大 你为什么不影响 学生影响不了 没办法 不是老师的过失 那这就是什么风气 这是现在的时代风气 你不能不顺从 你不顺从 不能离足 能离足 那就都要受苦受难 修人 这就是真正英雄豪杰 在今天这个时代 他扮演的形象 真正有智慧 有德行的人 看出来 看出来也点头 他也不说 为什么 风尚如实 我们自己心里明白 我们看到佩服 欢喜